今天我們很榮幸有鄧雅森、鄧主席在我旁邊 來談談關於參賽的過程和今天頒獎典禮的感受 其實作為勞補功高的主辦單位 其實在這個比賽由一開始到現在 可不可以分享你的生活歷程是如何呢?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一些傳播性的比賽 今年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特別不容易的 我們會有A班、B班、C班 其實都會搞盡腦質的 因為如果外國的評判來不了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原來我又想到一條條 可以用網上實時去跟外國的評判交流 可以實時看到我們現場的評判所看到的一模一樣的影像 因為我們達到電影級的一個銀幕 還有它的音響都是非常之象徵度 非常之差不多一百百分之 音色方面非常精細的 其實也是業界的一個大約盡 一個大突破來的 沒錯,很開心今次我都親身參與了幾場決賽賽事 也都見證了這個創新 在用交映片的形式 以一個最公平公正的方法 因為它的影片的質素 當下評判就算在海外的評判 都依然可以跟現場的評判一樣 在同一個的影像 整個過程之中都是非常之公平的 所以都很多謝杜月植今次為我們帶來這個創新 而來到今天 這麼重要的表演者 和演奏環節和頒獎典禮 你來到看到一班參賽者演出 你的心情又如何呢? 我的心情非常之期待 很興奮 因為其實由交映片他們報名 我都沒見過他們現場的演出 來到今天 這麼多天才可以看到他們的現場演出 而且也是這麼精彩 其實真的很驚訝 因為畢竟是一段時間 很難得的 對 沒錯 見證到這麼多參賽者 在上台表演的時候 很多我都見到是和影片的時候 那個表演狀態 都幾乎是沒有什麼分別 當然某部分會有點緊張 但也不要緊要 因為每一次的比賽 每一次的上台都是一個經驗 在這種經驗累積之後 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 青年音樂的結出的音樂人 對了 在這個情況 鄧老師 你會有什麼鼓勵說話 鼓勵一班的參賽者? 嗯 其實呢 如果參賽者的話 聽多一些同一首歌 不同的演奏者去演繹 其實呢 就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各人的優點 其實呢 你可以吸收了各方的優點 自己呢 就可以再跟老師 或者自己判斷一下 那我用哪一套會更加好聽呢 也會更加貼切音樂家的心思呢 那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學習音樂呢 就不只是彈對音 或者節奏 或者大小聲的 因為音樂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或者作曲家寫這首樂曲的時候 有些故事的 如果呢 可以演奏之前 可以了解清楚呢 那就更加彈到多些內涵出來了 對 也很感謝主席 這麼多年來 老虎公高位協會舉辦了這麼多的比賽 若一眾的學生都可以 有演出和參賽的機會 最後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希望鄧主席都會和大家分享 關於CIBS的program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我們已經入選了 好耶 沒錯 那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形式呢 請鄧主席都可以簡介一下 嗯 其實呢 這個CIBS呢 是叫做社區廣播的節目 那我們呢 就經過幾輪的音選 那我們就 會有13集的 這個錄音的廣播 那我們就會 請每一集不同的嘉賓上來 分享回他們的音樂事業的發展 那當中呢 也都有指揮家 也都有樂器的發明家 也都會有一些音樂的apps的創作 那是非常之值得聽的 也都有 或者樹球的演奏家 也都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都已經是在國際上獲獎無數的一些演奏家的一些心思去分享給大家的 這樣 那所以呢 接下來的13集的CIBS的廣播劇 就將會在協會的網站上面 應該也會有 Facebook也會有公佈 當然啦 當然啦 很開心的事 希望大家可以敬請期待 再一次 多謝鄧主席這次舉行了這個環球結出青年音樂家比賽 多謝鄧主席 多謝鄧主席 多謝菲菲你 多謝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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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鄧主席